哈喽我是美丽亚 今天晚上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我从5点中播到12点 一点都不卡 然后一到12点特别特别的卡 哎呦 我一说我今天浑身发麻 直到5月12点 真的一到12点我根本就没法直播 哎呦 哎呦好麻烦 天呐 后来我就下播了 下播了然后一直 拿着他给我摆鬼故事 天呐 他这么个屁 跟我聊鬼故事 然后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好神奇 我这个门打完了 我的门开不开了 真的真的开不开了 他是给我送了一点吃的 说放在门外面 我说不用了 但是后面他说放了 我就去拿 然后就开不开门呢 哇太恐怖了 我对面呢 就是那个火棒厂 那个冰衣馆 然后这边是安排驾驶 这里驾驶吃饭 喂 喂 你看幽默的人 喂 哎呀 你看幽默的人呐 我门开不到了 听不到啊怎么办 一点冻都没有冻啊 这次不让我走了 把我困在冰衣馆了 我弄了好久啊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你爹爹这个东西啊 没有什么 没有 之前都没有事 对面是那个火爬场 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晓得 哎 这有点烧东西 收拾东西出发了 这是那个入联系给我拿的吃的 现在收拾好了 在等饭吃 哎 他们都让我走 我就要等饭吃我饿 不买东西了 感觉买东西灰气了 也不吃饭了 被他们这里出去的什么花圈什么的 哎 算了不吃了 不能喂再顿饭 这里虽然是烈士园里啊 但是也很多公墓 也很多其他的人埋在这里了 真的发生了好多事情 突然没完 然后我的直播还封了15天 还有 我的门打不开了 天哪 把我锁在屋里了 哇 好多奇怪的事情 天哪 我第一次开始不信了 现在我真的信了 这些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哎 走了走了 以后再也不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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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